Hello,亲爱的们,我是莉莉 我今天特别想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而且今天是五一劳动决 我就来到了在巴黎郊区的后面的农场采摘园 我想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 来自己采一些在地里或者是在树上的一些蔬菜水果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 现在我们推着车开始进了 一进农场门口今天写的能采摘到的什么样的蔬菜水果 有苹果,梨,上面也有土豆,还有沙拉,还有一些蔬菜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今天人真的是好多 每个田梗上面他们都会写这里是什么 比如说萝卜,前面就是沙拉 然后大家看好了哪一个有自己想要的蔬菜 然后就到里面去采摘 每一个田梗我看人都挺多的 还有大棚子里面,那里面也有 他们在前头摘蔬菜呢 吃那两个沙拉是吧 那你采了之后你回去要吃啊 搬沙拉吃啊 这小孩子吃蔬菜就是有问题 所以经常带他们去这种采摘园 自己采的回去就是自己负责吃掉它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不太知道哪个地方就是采的蔬菜水果比较好 它这上面会有写就是最好的地点 它会给你提示说这个地方是最好的采摘的地点 就是这个地方长得比较好 这里面真的比你们刚才采的要大好多啊 这个啊 就吃这个就是法国种菠菜 跟咱那种中国的菠菜不是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接近 口感也比较接近 味道就是比中国的菠菜少那么一点点菠菜的味道 但是就是你把它这个用水焯完了之后呢 拌着吃或者是把它这个跟那个奶油一起做配菜吃 就烤半天挑半天才采的这么一条 我估计这个可能得有个四五百克 也就一顿吃的量 花菜的田梗到了 我们前面大家都在这采摘了 找到一颗吗 找到一颗 啊 这个是卷心菜 但是尖尖的这种 还是还是挺小的 路上碰上一颗大的是吧 这个 给这颗采下来 你来吧 好吗 还吃挺大劲的 这个就是新鲜的大黄 这一大片地都是的 你要采摘这种大黄的话 就是要找这种根茎比较红的 如果是青的的话 就是说你再等一等 你采的这种就是颜色深一点的 然后把上面这个叶子 就是不要它 就是只要最好就是 这个有点折断了 最好就是要这个长长的这个根茎 它吃的就是这一块 在法国特别流行吃大黄 就是法国超市里有很多果泥呀 甜点呀 就是蛋糕都是用这个大黄做的 它也可以 其实它是一种蔬菜 而且它的发源地是在中国 它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但是在美国 法国欧洲这边就是特别流行吃这种新鲜的 菜市场也都有卖的 回去之后呢 把它焯水 需要把它焯水 因为它上面有这个含有叶酸跟菠菜似的 把这个叶酸去掉 焯水完了之后呢 把它做成泥呀 或者是切成小段啊 你可以跟着就是作为蔬菜 作为配菜吃也可以 把它做成甜点吃也行 有俩儿子的好处就是 他们一旦长到七八岁呢 就可以帮你干活 然后我跟菜片就可以 可以这个空着手了 哥哥累不累 累啊 休息一下吧 这边就是一个植物的大棚 但是它这个植物的这个花呀 茎还挺好看的 呃 九毛欧元一根对吧 我看他们有好多法国人在里面采 看它袋子里找的这些就很好 这个茎非常完整 然后花也有些打开了 这个是郁金香的园子 但是这里面这郁金香各种各样颜色 郁金香它前面都有标 然后还没有开 现在是五月份 荷兰最有名的库肯霍夫的郁金香园 现在应该已经开了 而且花期比较短 郁金香就是比较金贵嘛 就是只有四个星期差不多 它这个郁金香特别小 然后你就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拔下来 然后买回去 之后种到自己的园子里 放花盆里 它会自己开的 我们现在采了这种紫色的萝卜 回去呢就是炒菜吃炖着吃生吃都可以 我看你的那种紫色 看我踩着一把 你的那这呢 这不停一大堆了 这排队排的老长了 我的天哪 我们又挑了一点水豆了 我进去撑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果 就是我看别人的框里都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个季节五月份嘛 这些蔬菜就有这些 等到像这种农场最高产的时候 就是七八九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更多 然后成熟的蔬菜和水果是更多的 它前面那边有一个这个表格 那个表格上就是写着 每一种蔬菜水果成熟的时期 有个时间表 所以你可以按照这个时间表 过来到农场这个采摘 现在开始结账了 好了我们出来了 我们今天采的不少 然后挂的钱不是很多 就是挺便宜的 一共才二十七八欧的样子 这个时候到农场来采摘五月份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碳特别多的蔬菜 水果也没有很多 只有苹果梨 你像上面写的草莓都要六月份才吃一群吧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到农场采摘 就是来采的热闹 来玩一玩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